我们今天宠物俱乐部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两位猫仆 另外还有两只全台湾最有人气的黄金猫 第一只就是我们的奶茶公主 另外一只是整个状况现在还蛮安稳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椰果 事实上这次是Kenty的第二本书 第一本书是奶茶大小事 这次这本是让椰果能够出头天 对不对 之前还有网友反映说 你们要对椰果好一点 然后不要只针对奶茶 对奶茶已经够红了 应该是这个分多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就是说时间或经历关爱在椰果身上 有啦这次有啦 有感觉到啦 竟然叫人家说是什么 卖火柴的小女孩 真的有帮她做一个火柴盒对不对 对 好可爱喔 可是那命运有点坎坷 对 其实在这本书里头的第一篇 这个故事 漫画的故事里头 就是講椰果是要去賣火柴對不對 當初我們開始想這一片的時候是 原本是想說要做聖誕節特輯 是 然後想說聖誕節有哪些故事 然後想要選人那種好像也不適合 就把椰果來當賣火柴的人也還好了 它就比較坎坷型 因為我都是走苦情路線 苦情路線 而且你看那個奶茶還剛好就躲在那個門邊啊 對啊 你當初是怎麼拍的我都會在想說 是刻意是先有這些照片 先有照片 先有照片 那那個時候就已經想好劇情了嗎 沒有 也沒有 沒有本來是想說要聖誕節要做個什麼 豐盛的那種聖誕餐啊 可是就開始就開始想開始拍啊 對啊 然後之後才想說奶茶站在後面 就把它 再把它編進去這樣 那當初那個場景 你像安排這個我們的奶茶在門後面啊 或者是在那個角度 是你們刻意把它擺在那裡 還是它剛好走在那個位置上 它剛好走在那邊 原本啊對 那一次是本來想說要拍那個奶茶被門縫卡住 是 因為奶茶太胖 然後那個被門縫卡住進不來 本來要拍那個 是 結果它就拍到這個 結果變得好像有點詭異了 就要把它趕出門 感覺說椰果 就有個椰果 椰果 你就是要出去給我賣火柴對不對 對 所以椰果還是呢 非常可憐的好像要出去那樣 它明明就是宅貓 對啊 因為兩隻貓的個性是奶茶會願意跟你們出門 對 可是椰果是死都不願意 對 奶茶很黏人 很黏人對不對 很黏人 看我們準備出門就已經在門口等了 對 然後椰果是往門裡面衝 去鑽 完全不願意跟你們出門 好 這個其實也是在這本書裡頭 Kendy自己也都有畫一些 應該講說是自己的一些感受吧 對 要不來講講這個作品 這個 是 其實我就畫椰果的個性 對啊 其實它在家裡很活潑 然後有別的貓來我們家 它其實都會 那貓應該會完蛋 對啊 像是我媽媽的狗狗有來我們家 然後就被椰果追殺 然後被打這樣子 所以它還滿狠的 滿漢的耶 對 再加一條龍 對啊 再加一條龍就對了 對 除牠一條蟲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牠早就出頭天了 對 只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牠 你知道嗎 對 好 所以其實在這個書裡頭 也有很多我們Kendy自己手繪的一些作品 對不對 當然阿良也有 對不對 對 其實當我看到這本書的後面的時候 我覺得還滿感動的 因為你們有談到說你們兩個其實交往多久 要不要公開一下 我們交往了六年 交往六年對不對 奶茶六歲 奶茶多久我們交往多久 是 然後呢在這後面就有阿良的作品 其實後來發現說你們兩個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 對啊 Kendy就比較那個Q版對不對 對 你比較寫實面 對 好 這次阿良寫著我們的故事 而且他還很坦白的說 你一邊工作 還要拿著那個 鬥貓棒在那邊嗎 對啊 長長 對啊 牠比較苦情 我只負責拿相機 是 有時候也會自己咬鬥貓棒來 然後就走到你前面 丟下來就是要跟牠玩 然後甚至有談到說你們兩個有沒有 來這個神經要吵架了 甚至要分手對不對 對 情侶之間都常常會有這種事情 對 其實有很多人就是情侶之間吵架 然後有的就會把貓丟掉 或者把動物丟掉 可是我覺得這不太好 對啊 然後像我們兩個要分手 我們是兩個都真的要寵物 對 就是說到底誰要奶茶誰要噎果 對不對 聽說就是 然後甚至於就是說你們有的時候呢 真的吵得這樣子不可開交 誰也不想讓步的時候 對 最後還是要有人去怎麼樣 像我們兩個吵架吵得很僵的時候啊 奶茶就會走到腳邊 阿良這個苦命的貓樸 他說那個貓的便所還是要去親 對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你就會先軟化了 寵物就給你很多很多這樣的一個 軟化的一個機會 先低頭吧 對不對 對 所以最後還是兩隻貓陪著你們睡覺 好 好像這樣才是一個最幸福的日子 嗯 我們就覺得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在他們 他們會在我們腳邊磨蹭啊 是 然後我們就是 叫幾聲就覺得心裡的那種怒氣 也會消了 對 然後就是會比較軟化一點 然後就冷靜之後會 可以再重新溝通這樣子 對 好 當然還有一張是這個 你們在這本書的最後面 把椰果跟這個小K放在一起的 這個是怎麼樣 椰果會覺得說 你哪裡來 對 這是我去 也是路邊撿回來的 路邊撿回來的嗎 那其實現在家裡面喔 應該講說有兩隻貓 還有一個這個八個月大的小女兒 對 你覺得生活有沒有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怎麼樣去兼顧好嗎 生活 養貓比較容易 養貓比較容易 好難 對 現在的重心比較偏在小孩 對 很貓的部分 因為牠們也已經蠻獨立的 對 所以小孩就是要多花一點心去照顧 但是平常還是會跟貓玩 跟貓玩 好 講到跟貓玩 其實在這一篇裡頭 剛才我們講到 瑪莉歐來拯救那個奶茶 對 趕快來看一下 你要不要玩一下給我們看 我再玩一下瑪莉歐 不過這個瑪莉歐其實走不太動 這本這個裡面就有跟這個瑪莉歐的一個 這個互動對不對 瑪莉歐怎麼樣來救奶茶公主啊 蛤 自己 自己構想 自己的構想 其實這玩具是那個貓友送的 是 那是準備要讓你們兩隻貓玩的嗎 對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作品 當初是怎麼樣構思出來 就是本來只是一起拍照而已嗎 對 對 剛開始也是想說 反正有新玩具來就開始玩 對 然後就會想試試看他們的反應 是 奶茶和野果也對他們那種動的東西都 是還是有一些這個感覺 對 好今天呢我們介紹這本 奶茶大小事野果出頭天這本書呢 其實我們也要分享給我們的 寵物俱樂部的觀眾朋友 我們準備了總共有五本對不對 五本我們要送給觀眾朋友 我們的傳真號碼是幾號 跟我說一下好不好 2577983025779830 然後呢我們歡迎朋友呢 可以趕快傳真 我們會透過抽獎的方式 就把這本書送給大家好不好 傳真專線喔 要寫什麼 記得寫你的地址 寫你的大名 然後把這本書的書名 清清楚楚的寫下來好不好 答對了就有機會得到這本書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這個消暑一下 有時候情緒不好就看看這本書 你會覺得很開心的好嗎 謝謝兩位 也謝謝椰果跟奶茶 謝謝 那也祝福您家小K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